午饭时间,垂垂美滋滋地打开自己的饭盒。 一旁的鸡仔却愁眉苦脸。 嗯?鸡仔?感冒了? 对啊,昨天我家狗狗大半夜把窗户给我敞开了, 西北风吹了我一整夜,就成这样了。 难怪连我这小鸡炖蘑菇的香味都没闻见。 嗯,那个,要不喝点补薄? 嗯,不了不了,没啥胃口,今天光是擦鼻涕就用了一整包抽纸了, 已经基本丧失嗅觉功能,你的鸡汤对我一点诱惑都没有。 呵呵呵,哎,行吧行吧,鸡汤你喝不成,那我送你全纸吧。 哎呀,这两个鼻涕可真魔人,也不知道我家狗狗这么些年怎么挺过来的, 一年四季都流着鼻涕,鼻头总是湿漉漉的。 啊?哈哈,你都当了一年铲使官了,怎么连这么点基本常识都没有? 你不会还给你家狗狗擦过鼻涕吧? 嗯,对啊,一开始会擦,但是到后来我发现根本擦不干净,我就由它去了。 哎呀,鸡仔,你可真是多人间奇葩呀,狗狗的鼻子湿漉漉,属于正常情况, 它们鼻头上薄薄的透明粘液,有助于捕获空气中的气味分子, 这样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嗅到周围的气味, 湿漉的鼻子还可以增加气味分子在鼻腔表面的接触, 从而提高它们的嗅觉灵敏度。 你倒好,给人家全擦了。 啊,这样吗?怎么流鼻涕还能有不同的段位? 对,我一流鼻涕,嗅觉就整个都没有了,它们倒好,还能增加嗅觉灵敏度。 嗯,不仅如此,湿润的鼻子可以帮助狗狗在呼吸时吸收更多的湿剂, 保持鼻腔湿润和通畅。 总而言之,狗狗的湿润鼻子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, 有助于它们的嗅觉、散热和感知能力, 是它们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。 哦,这样啊,难怪我每次和我妈说狗狗流鼻涕感冒了, 我妈总是不搭理我。 哼哼,确实是懒得搭理你,我也不和你说了,我干饭去了。 哎,那个,翠翠,怎么了,又闻着了,想吃我的小鸡炖蘑菇了? 哎,不是不是,我虽然味觉没有了, 但是眼睛还没瞎,看见你干饭这么香,我怪难受的, 要不你转过去吃,谢谢你,谢谢你。 嘿嘿嘿,好吧好吧,看你这么可怜,我走我走。 哎,同人不同命啊。 温馨提示,虽然狗狗鼻子湿漉漉的属于正常现象, 但狗狗的鼻子干燥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处于不健康的状态, 有时候,干燥的鼻子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, 而不是健康问题的表现哦。 当然,如果狗狗出现其他不正常的症状, 如精神不振,食欲不佳,呼吸困难的, 还是建议禅食官们及时带它们到兽医那里进行检查哦。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买个垂垂, 我们下次见咯。